第1171章归来者 洛阳 巨大的回回炮车架在城墙边 民夫们来回忙碌着搬运守城的气血 更远处则是源源不绝的骑兵迟来 这里与长安一样繁忙 薄言寻视着 脸色还是显得十分沉稳 将担忧深深藏在心底 贺兰山之战的消息传来之后 大元已经是人心动荡 来自关中的大量情报称 唐军已经斩杀了忽必烈 而逃回的援军中 有不少人称 看着大汉往北面逃走了 然而至今他还没有回来 在这位大元皇帝出现之前 谁都不能确定哪个才是真相 据伯言所知 安息王芒格拉 却是在这场大败中逃出生天 也许是因为曾被李霞俘虏过一次 有经验了吧 如今芒格拉 托乎还在核桃附近集结溃兵 守卫核桃的同时也寻找忽必烈 换言之 很大一部分蒙古兵马 如今掌握在芒格拉手中 伯言已经收到芒格拉的信了 信上说的都是些该说的话 但芒格拉拉拢伯言的意图却很明显 如果忽必烈再也找不回来了 年轻的安息王 显然正在做担当大任的准备 伯言还没回信 在事情还没确定之前 他不会轻易表态 这些事内忧 除此之外 还有外患 关中那边 李霞已经磨刀祸祸 紧锣密鼓的在准备北伐 河南守当其冲 伯言还得要为这一战做准备 形势让他感受到了艰难 也许当年金国的武仙 宋国的余界 感受到的就是这种艰难 攻与守便是如此 处在若是苦撑的一方 要困难得多 而如今已经是攻守一势了 迫于无奈之下 伯言甚至越权派人南下 去联络宋廷了 他很清楚 若没有宋国的支持 他守不住这个风雨飘摇的大员 且往后不论是忽必烈回来 还是新皇继位 对于他 这个举动只会是赞赏有加 目前消息都还没回来 凡事都还说不准 总之守住 稳住是一切的前提 伯言一改以往 恢复中原生气的策略 大量征兆兵马 兼闭亲眼 准备坚守到底 虽然艰难 但他自命不凡 有自信能够挡住李侠 丞相 有人策马从北面赶过来 匆匆登上城头 却是河南路控英卫总管河伟 他快步赶到伯言身边 到 丞相 有人从开平来了 伯言疏地转过头 眼神中似有光彩闪过 他压低声音 问道 陛下回来了 丞相还是亲自去问吧 伯言随大步 向城头下 走去 河伟四下看了一眼 跟了上去 赶回金掠府 往大堂看了一眼 却没看到人 丞相 在疗房 博言一听便知 这是有重要的秘事 要异 眼神中的光彩 变成了 阴翼 还透着些担忧之色 请他们到书房谈吧 不一会儿 三个人走进了博言的书房 其中两人是控阴卫 另一个 则是书生打扮的汉人 三十岁出头的样子 见过博言丞相 下官姓上 明文 自周青 博言问道 陛下回到开评了 丞相放心 下官来 是有好消息 报于丞相 尚文道 说话间 四下打亮了一眼 四在看是否 隔墙有耳 纵视博言涵养极好 也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 他再次问道 是不是陛下回来了 尚文却是郑重地做了个一 道 真经太子回来了 博言愣了一下 真经 再次听到这名字 让人有点恍然如梦的感觉 他早以为真经已经死了 真经太子 燕王是怎么回来的 太子逃出沙漠之后 昏厥了过去 被一户牧民收留 往西北迁徙了一段路途 因此一直没被找到 后来他说服了这户牧民 带着他回到了开平 随历经艰险 然而得长生天 与大元历代圣君保佑 终于平安归来 博言已皱起了眉头 他确实没想到 真经会以这样的方式回来 荒谬 让人难以置信 更重要的是 让当前这本就不明朗的局势 更加复杂了 他当然留意到了 上文口口声声说的都是太子 可事实上 陛下还没有册封真经为太子 他差点便要指着上文问一句 你们想怎么样 然而 博言还是很快调整了情绪 感慨道 太好了 等陛下听了这消息 一定会很高兴 真经毕竟是皇子 皇子能平安归来 为人臣子当然要高兴 博言还在这句话里提醒上文 忽必烈可能还活着 同时 这也是一种试探 这种围挽体面的说话方式 并不是以前大蒙古国的官员们的作风 只是忽必烈施行汉法到现在 除了最重要的嫡长子继承 还没有确立 其他各种好的坏的 还是学了一些 至于内斗争权 却不是与宋国学的 而是原本就激烈 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丞相说的 对 陛下一定会很高兴 上文先是附和了一句 沉吟着 又道 不过 眼前陛下还未回到开平 李霞一定会趁机来犯 国事 不可无人定夺 你觉得该怎么办 上文连忙道 下官如何能做主张 还是该有博言丞相 这样的国之栋梁来主持局面 那你觉得 我应该怎么办 你就当你是我的幕僚 说说看 下官没有这个能耐 但下官来之前 嗯 是刘公说了几句话 聪书记 博言问道 你是聪书记的弟子 是 下官当年正式由聪书记 推举为朝一太保 因此 一直称他为恩师 他们说的是 刘炳忠 刘炳聪 以前常年居于忽必烈身边 因为被称为聪书记 这样一个从最开始 就随忽必烈开创基业的老臣的意见 同时也是整个金连川幕府的意见 博言不得不引起重视 只听尚文道 从书记说 国不可一日 无君 博言感到很吃惊 他很清楚 刘炳忠也对真经既往极高 当然会支持真经 但另一方面 这刘炳忠也是忽必烈的忠臣 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时候 不确认消息 就要贸然扶真经继位 好在 尚文停顿了片刻之后 继续道 故儿 应该先请太子殿下监国 应对外敌的进犯 等到陛下 回朝为止 丞相认为呢 博言沉默不语 开始来回夺步 过了一会 他终于开口 却没有回答尚文的问题 而是问道 世侯之中 有不少人 一直在暗中窥测时局 并与李侠有联络 朝中认为该怎么办 太子已经将张柔 张宏基 严实等人照往开平 同时已派人 前往山西见阿和马 另外 聪书记很赞同丞相 联合宋国的策略 会在朝中全力配合丞相 博言心中烧安 认为 金连川幕府做事 确实可靠 但他没有马上表态 愿请真金监国 这个口一开 如果等忽必烈回来 连他也要被视作真金一党 而哪怕忽必烈不回来了 真金也不会因他不表态 就动他这个封疆大力 博言 让人带尚文先去安顿 很快 书房里便只留下和尾 张义随陛下 出征了 是有史籍在开平 统领控英卫 是 方才尚文身边的两人 都是史籍的人 和尾道 是 而且在支持真金太子这件事上 两位指挥使不分彼此 博言转头看向和尾 问道 你也忠于燕王 是 下官 首先忠于陛下 然后忠于真金太子 博言 缓缓走到了窗边 推开窗 任阳光照进来 他又夺了几步 走到盔甲边 背对着和尾 用盔甲的倒影观察着他 我感觉到 有人打算不等陛下 趁机扶真金太子继位 你感觉到了吗 没有 和尾道 下官 觉得 让太子监国 朱公是出于攻心 在最假的倒影里看到和尾说话的时候 冷笑了一下 还有些得意的意味 也许这个年轻人已经在想要 拥立之功了 我们远在河南 在玉笛的第一道防线上 都能闻到内斗的气味 可见 他内斗的有多猛烈 博言叹息着 道 国事 让人担忧啊 内斗 和尾 似乎很诧异 问道 丞相说的内斗 下官 没听明白 是谁在和谁斗 你们看不到 如今芒格拉 那穆罕手中都握着兵马吗 那丞相认为 太子不监国了 他们就不内斗了吗 这次 竟是经国制裁的博言 被一介五夫何为问道了 是啊 除了争下去 真金还能怎么办 那这一仗 也许会比想象中还要难打 第1172章守家夜 同一个夜里 在北面遥远的开平城中 有几个年轻的大员官员 正在史籍面前 激烈地争论着 如今出征的兵力 都掌握在芒格拉手里 那穆罕坐镇着哈拉和林 手中也有大军 若不趁早登基 他们必定要争 不如先请太子登基 站住了名义 他们反而不敢轻易妄动 那不是诸公拦着吗 太子监国理所当然 诸公却非要派人去询问各路 若有人不语 殿下 还能不监国吗 那是试探各路反应 且若是太子监国时 击退李侠 当然可顺势进一步 他们这么想 芒格拉 那穆罕可不会这么想 局势已迫在眉睫了 你们还在犹豫什么 还能犹豫什么 陛下驾崩的消息 是从关中传出来的 尚且不知真伪 那县宗皇帝驾崩之时 消息也同样是从钓鱼城传回来的 当时若陛下稍有犹疑 只怕捍卫早便是阿里布戈的了 这个比喻的形象之处在于 真金与芒格拉 也是亲兄弟 像极了 忽必烈与阿里布戈 因此 堂中许多人都沉默了 重新衡量起局势 愈想愈觉得 也许有必要先下守卫墙 如何说 我等去请太子殿下登基 不可 屋中几个还 保持着理智的人 连忙站起阻拦 若只是与芒格拉 那慕罕征 抢先登基是不错 但眼下 助公们真正害怕的是 万一陛下平安归来 到时又该如何 还能如何 请陛下当太上皇 众人又互相对视着 原本很复杂的问题 似乎随着这个回答 变得简单了 梁九 有人低声问道 若到时陛下不愿答应呢 他们又纷纷看向史吉 史吉是史天尼的儿子 因为自有师户 被史天泽抚养长大 比亲生儿子都亲 他兄长史权 已死在于李霞的战事之中 这次史天泽也死了 因此 史吉绝不愿投降于李霞 但根据传回的消息 他的堂兄弟 史杠已经降了 史吉认为自己 或许会因此 遭到忽必烈的猜忌 如果忽必烈还能回来的话 他更希望的是 真经能够顺理登基 这也是大元朝 很多汉臣们的共同希望 但大家想法却不同 如刘炳忠 许恒 郝金等人 就想要栩栩涂之 而一些年轻冲动的 则希望快刀斩乱麻 史吉的心思 则更复杂些 这几年 他成为空音卫副指挥时以后 位高权重 气势也渐渐大了起来 此时他一抬眼 众人都安静了下来 这些 是空音卫打探到的消息 史吉拿出一摞情报 丢在桌上 往后一仰 用手揉着鼻梁 他做这个动作 手挡住了眼睛 让人看不出他的表情 而这个动作本身 看起来则十分悲伤 包括窃薛长安同在内 非常多人看到 陛下被俘 众目睽睽 并不像是唐军作假 你们自己看吧 可是 有逃回来的兵士说 曾看到和里霍孙 与陛下交换了衣服 史吉打断了这句话 道 这般说的人有几个 若是诸公指使他们这么做 并不是难事 而能证实陛下被俘的人 有数百倍 千倍 众人于事 交头接耳 低声议论起来 史吉从头到尾 没有回答 如果忽必烈不愿当太上皇 那该怎么办 他的回答全都是从现有的情报资料来的 但他这个表态已经说明了一切 一到最后 堂中的年轻官员们都下定了决心 我等这边上表 请殿下登机 于是 这个夜里 他们回到家中后 一个个都奋笔集书 写下劝禁表 只等将声势闹大 越来越多的官员就会担心 晚了 就没有拥立之功 纷纷加入劝禁的队伍 到时便谁也不能阻止 真金太子 登上大元皇帝的地位 此时处在这场漩涡之中的 真金 正在关心的却不是地位 真金 也是整夜在与众臣们议论 谈论的 则是迫在眉睫的战士 他经历了一遭劫难 整个人的气质 有了很大的不同 沉稳 老练了许多 坐在那的时候 眼神里透着股沧桑与阴郁 哪怕不看这些观众来的情报 只说 以我对李霞的理解 他只在统一天下 必定会趁势北伐 何况有了这 诸多迹象 慢则三月 快则一月之内 这一战躲不掉的 真金放下手中的情报 站起身走到地图边 又道 这次他不会再走河桃 而会走这两条路 手指在地图上画了画 他指的一条路 是渡黄河之山西 走太行进往燕京 另一条路 是出铜关走河南 转而北上 在座的 有刘炳中 许恒 窦末 姚叔等人 都是金连川幕府的老人了 对形势的判断 只会比真金更为准确 刘炳中 原本在燕京建成 是听说真金归来的消息后 连夜感到开平的 这一路并不算近 他以最快的速度 穿过燕山山脉 一路颠簸劳苦 到了之后 又为真金监国之事 奔波操劳 连着几夜眉合眼 因此 本就苍老的面容 显得格外憔悴 也有劝他 不用如此 但刘炳中 却执意要为真金监国之事 尽心尽力 他担心的是 他们这些老一辈的汉臣们 都过世了 真金的处境会更难 因此 必须趁着这个时候 将根基住牢 何谓根基 人心 兵权 威望 只要这次能够在 监国时击败李侠 便没有人能再 动摇真金的处位 哪怕忽必烈回来了 也是如此 此时刘炳中 站起身来 缓缓道 为何李侠不会攻核套 此事倒可以 好好说道说道 战略上而言 兴庆 延安等府城 毁于战火 他已失去了 战略上的跳板 这些众人都懂 马上便有人道 还有一个原因 守在核套的是 芒哥拉 托户 他们刚刚败于李侠之首 胆气怯了 李侠若攻核套 他们只能守 而且还是坚守 而李侠若攻河南 他们必不会救 还有一点 以他的军情司的能耐 早晚会知道 殿下已经回来的事 呵 他故意放回芒哥拉 便是为了挑拨大元的皇位之争 如此 他攻燕京 开平只要走 河南 芒哥拉一袭的兵马 很可能都会袖手旁观 那很可能也不会攻山西 因为他知道 阿和马素来与殿下不合 还需要考虑到 河南河北的士猴 走河南都是最好的 且我们对此 无可奈何 真经听着这些 在看地图上的一条条路线 一时也是无言以对 他真的不想与兄弟们相争 只想守住祖辈传下来的基业 然而摆在面前的事实就是 如果不争得皇位 他就不能掌控所有的兵力 就无法面对强敌 都说宋廷党争激烈 其实不过是文人的小刀子 互相捅 而大蒙古国的内斗 却是千军万马 真刀真枪的厮杀 顺天府 保证 张家后庭 有一片小湖 张鸿基 正与毛居杰泛舟于小湖上 倒不是因为两人觉得泛舟有趣 而是这样说话 最安全 杜绝了有人偷听的可能 现今天下的局势 已经很分明了 是啊 那位志在天下 必然北伐 而这大元朝 却还在忙着争皇位 毛居杰摇着头道 自蒙哥汉 死后 这争斗就没有断过 不是大元皇帝 不能平定内乱 而是李侠的策略就是如此 张鸿基道 我一直在观察他 从钓鱼城杀蒙哥汉之后 挑唆阿里布哥 再到远赴西域寻找同盟 听说还放回了芒哥辣 可见他一直以来都是故意的 大蒙古国 本如日中天 由此而日泊西山 若是那位有意为之 不一般啊 大杰尔更不一般 张鸿基玩耳道 早十年便说 他要成大使 是啊 张家与史家之命徒 或因此而不同 又到了做抉择的时候啊 毛居杰道 可惜姐夫 还在燕京建成 若是在宝州 等唐军兵治 一切会顺利的多 眼下我也担心 燕王已经回了开屏 只怕要对张家采取些手段 张鸿基眼中浮起忧色 又到 我与父亲的通信 已经断了有几日了 二郎认为 燕王会提前对张家动手 嗯 我打算先把家俊安排好 又担心因此反遭猜忌 舅舅觉得呢 毛居杰正要答话 目光一转 忽看到河岸上 有人正在朝这边挥手 非常着急的样子 小舟上的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都有不好的预感 他们划着舟 才抵达了岸边 便有家将踏着水上前道 二郎不好了 燕京那边派人来接家里人 说是大帅想念家人 燕王特赐了大宅院 派人来接了 是派兵来的 张鸿基眼神便沉了下来 还未及开口 却又有婢子飞奔过来 哇哇大哭着 不好了 二郎快叫二姐 他们要把二姐捉走了 第1173章 冒险 待张鸿基赶到之时 张府前院已是一片剑拔弩张 鸡飞狗跳 最大的声音 却是一个清脆的女生 有本事来啊 有本来杀了我啊 当我怕你们不成 张二姐 我们是奉命行事 还请不要为难 动手啊 我就是与姐姐 有联络怎么了 既然想叫我们当反贼杀了 那就别在这假惺惺的 张二姐 冷静 劝你 还是放下武器 不要将事态扩大 放弩啊 你们 他摆出了凶狠的表情 一张脸盘 看着却颇为稚嫩 再加上声音清脆 给人的威慑感并不强 那援军将领 对他也并不忌惮 所以还在好言相劝 然而 却见张文婉 已忽然 从一个家将手里 抢过弩机 静真就对着人群 扣下了板机 张鸿基转过回廊 脚步一停 震剑搜的一声 弩箭击射而出 定在一名援兵的肩甲上 炮甲而入 血迅速躺了出来 那受伤的援兵 惨叫一声 而周围的众人 原本还在大声叫嚷 一副生怕对 张文婉失控的模样 此时真失控了 他们却是面面相去 不知所措 而整个前院中 最嚣张的人 还是张文婉 游翠生大喊道 杀了他们 老子就是反了 反了 拿下 住手 张鸿基大喝一声 快步上前 挡在了两拨人的中间 有弩箭刷的 从他前面飞过 援军的毛雨刀 也几乎抵到了他的面前 都别动手 张鸿基先是目光如电的 看了那带队的援军将领 一眼 将其威慑主 再抬手示意 之后 他转向张文婉 因生怕喝不住他 而提高了音量 二姐儿 你给我老实一点 张文婉嘴巴一扁 显得极为委屈 却是抬手一指 喊道 说什么是爹下 我们搬去燕京 根本是强绑 他们 还要搜我的院子 休想 我死 也不会让他们 进我的院子一步 二郎 燕京新城 即将落成 张老元帅 乔迁新居 想带家眷过去 特意请我们护送 令妹 却先动手 伤了我们的人 这到底是何意 放屁 是你们先捉我的人 还想捉我 在这宝州地界 当我怕了 你们不成 张文婉再次喊道 张二姐儿 你真的想造反不成 是啊 那又如何 同时间 也有下人 赶到了张鸿基耳边 低声 禀报了事情的来由 这几年来 张家与关中 时常有些走私生意 不过包括张鸿基 在内的张家主事人 都十分谨慎 保持着立场 除了几封 极隐秘的信件 其他事情 即使被查抄了 也不会有证据表明 张家通敌 最多就是贪财走私 借着这条走私路线 张文婉 也常常与张文婧 有所联络 每次通信 都是厚厚的一碟 就在昨日 有几封信件 与一些礼品 暗中从关中 送到了保州张家 其中有一个包裹 就是给张文婉的 今日开屏来人 也许是有家谱举报 也许是张家 就有朝廷的眼线 总之这些援兵 马上进了张文婉的院子 查到了诸多信件 带走 张文婉 也不是好欺负的 提剑追了出来 当场便伤了一人 追到 前院又放弩 伤了一人 张宏基听过了事情经过 看向了对面的援军将领 脸上渐渐浮出了笑容 道 是云婊吧 我没记错的话 你与九郎是同窗 当年你我曾 一起喝过酒 难得二郎还记得 那年九郎 还雕写了首诗 郑云婊笑道 故而我常与九郎说 我与张家的交情深 是啊 那诗该有一句诗 寂寂言春空造化 炎言 未日诈威权 郑云婉却没他们这么多矫情 插话道 二哥 你与这种走狗多说什么 把他们赶出去 赶不出去 就杀了他们 众人都当作没听到这话 郑云婊看向张宏基 道 还请二郎信我 这一趟由我来办差 必定是为了张家好 我当然信你 张宏基道 只是世事无常 或福之事 谁能预料 二郎还是不信我 郑云婊道 但不信我无妨 却该信酒吧都才是 他脸上已浮起了自信的笑容 转头向院门处 看了一眼 只过了小一会儿 便有张宏基的心腹 匆匆赶来 对张宏基赴耳道 二郎 有兵马围住了宝州城 张宏基听罢 不入声色 意味深长地 看了郑云婊一眼 道 既然父亲在燕京相照 我们这些当子女的 当然要去 只是今日 就走 未免太匆忙了 这也是社媒 有些失礼的原因 有些失礼 张文婉嚷道 他们可是当我是反贼 要捉我 闭嘴 为兄 在谈正事 你一个小女儿家 插什么嘴 我又是小女儿家了 张文婉大哑 现在我不是老姑娘了 我让你 闭嘴 说话间 兄妹两人已走得近了 张文婉拉拉拉张宏基 低声道 我和姐姐的心 都在他们手里 别说了 先去燕京 我才不去 我的罪证都被搜走了 还去 那不是羊入虎口 成了傻子了吗 我有分寸 张宏基不再多说 淡淡留下了这四个字 转身又去安排 云婊 容我两日收拾一番 带家人北上 如何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只有张文婉鼓了鼓塞帮子 很是不爽 她站在那看着二哥的背影 心想到 二哥性子就是太软了 当年爱慕媛姐姐实施这般 如今还是这般 张家开始忙碌起来 仆比们开始收拾行李 要把张家直系一部分人 送往燕京 其中张宏基 张宏略 以及负责守卫宝舟的张宏规 受到了重点关注 郑云表 也许有一份名单 对张家的状况一清二楚 现在还包括了张文婉 也是点名要带走 见此清醒 毛居杰愈发忧愁 二郎这般答应 北上是否会有危险 无可奈何 金连川幕府那些老狐狸 这是防着我一手啊 张宏基道 至于危险 只要张家不真的 造反 谁敢真的动手 一动 且看各家反不反 毛居杰思考了一会 点了点头 道 看来确实是 金连川幕府此举 不像是为了对付张家 而是为了把张家中能够 掌控顺天府的兵马的人物 都掉开 是 我私下问过郑云表了 他无意追究张家的罪责 只求半妥差事 他答应一到燕京 就将那些信件 还我 到了燕京 只怕 还要到开平吗 可如此一来 与内卫的计划 可就毁了 张宏基微微一致 叹道 走一步看一步吧 于是遇到大事 于是要冷静应对 就是在这种双方 都小心翼翼 维持和平的氛围中 张家诸人收拾好了行列 北上燕京 队伍很长 张宏基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 把宝州城里 最精锐最中心的兵马 都带在身边 而郑云表 则让副手陪同张家北上 他自己亲自率兵 留在宝州 接贴了房屋 车马零零 一路微移 时不时能看到援军的探马 在道路两边奔过 查看着这支队伍的情况 而其中一辆马车当中 张文婉 已换了一套男装 检查了行囊 仔细确认过了他 从张宏基处偷来的 那枚金虎服 还在 才扎好行囊 趴在窗边向外窥探着 二姐 这真的太危险了 一名穿着张文婉衣服的势壁 一脸紧张地问道 我是怕危险的人吗 张文婉反问了一句 可是 坏事了怎么办 二郎考虑的一定比二姐 周道 你凭什么就这么觉得 张文婉道 为什么不能我猜是对的 我看起来傻吗 二姐 我是说 这些都是男的事 张文婉终于转过头 郑重地教训起自己的 侍女来 我告诉你 欲是遇到大事 欲需要果决应对 姐姐离家嫁给了姐夫时 有多少闲言闲语 但才过几年 谁私下里提起姐姐 不说她慧眼如炬 现在我姐姐 姐夫马上就要北伐了 偏遇到了二哥这么个懦的 我才不要到燕京送死 我要回宝州 响应姐姐 姐夫 到时才能救我爹 可是二姐 你这样太危险了 嘘 张文婉又看向窗外 目光在路边扫来扫去 眼神灵动 又带着坚决 她才不要学 优柔寡断的兄长 这些年对她影响最大的人 是她敢爱敢恨的姐姐 但她姐姐 太温弱了 她可不一样 张文婉爬上了马车的座踏 双手置在窗边 等到马车路过一片低矮的树丛 她忽然纵身一跃 她摔在树丛里 滚了两圈 脚下一阵剧痛 却是脚腕已经扭了 张文婉 痛得眼泪 都流出来 但是强忍着没有喊出来 她委屈地咬着嘴唇 捡起包袱 却没有向宝州方向走 而是一拳一拐地往北走 她都想好了 张宏基一定会追问她的势必 往南把她追回来 所以她要向北走一段 找机会穿过关道 避开他们最初的搜查范围 这是她从张文婉 当年离家的故事里 总结出的经验 且早就盼着来一场冒险了 第1174章法语志 往卓州西北方向走五十余里 便抵达了太行山下 脱离了关道 骑马往偏僻深山 又赶了一段路 张文婉侧马立在一个小山头 向四周望了一圈 她的马匹 是在卓州城的驿站买的 因为从宝州出发之前 她就已经准备好了各种信令 文书 这让她得以顺利买到了马匹和食物 但如此一来 也暴露了行径 于是她继续绕道 先行到这太行山附近避一避 此时天色江暗 四下眺望 东面已没有追兵 西面却有个小山村 有吹烟升起 张文婉拉起面巾 策马过去 她知道这种世道 一个女子行军不安全 因此穿的是军袍 还披了一件最轻便的皮甲 遮掩身形 只露出一双眼睛 在外面 进了村里时 她这种装束 让村民害怕不已 纷纷躲进屋中 张文婉牵着马 在村中逛了一圈 选定了一个残破的土墙农房 上前借宿 一个黑兽的妇人 正站在院中煮东西 身边是两个面黄鸡兽的孩子 正眼巴巴地看着锅中 这一家人 是最不害怕张文婉的 站在那 显得麻木无神 像是没有了生的期盼 也就没有害怕的事了 冰眼 那妇人转过身 见到披甲的人 牵马过来 低声喃喃道 我男人争走了 没有男人了 张文婉拿出一张 三十文的中筒交钞 递在那妇人手里 压着声音道 给我个屋子借宿 中筒交钞 在大圆的流通 还是十分方便的 就连这山村妇人 也识的 她怯怯地抬头看了一眼 连忙勾搂着 背影着张文婉 向李坚走去 张文婉 往那破锅里瞄了一眼 见里面 是一些带壳的杂粮 一些野菜 于是又递了 半块干粮过去 惹得那女人 千恩万谢 奔着两个孩子 磕头 在往里走 进了一间破屋 终于能有瓦折头的歇一夜 才走到床边 马上便闻到了 一股被子的酸味 仔细瞧了瞧 上面都是霉 很快 天已经暗下来 彻底没了光亮 张文婉坐在那 拿出商药敷了脚踝 再次哭了出来 姐姐 当年你那一路到关中 也是这么哭吗 我这才离家多远啊 哭着哭着 张文婉睡着过去 次日 却是被震天的哭声吵醒了 她揉了揉眼 记好面巾 走到破屋外一看 只见在院子外面 那个黑兽妇人 正跪在地上 拉着一个汉子的衣巾 嚎啕 我的 我的钱啊 我的 她哭得很凶 但翻来覆去 只有这几句话 任那汉子不停踹打 她却死不撒手 活不了了 把我的钱还我 松开 这是我的钱 你哪里可能会有钱 张文婉目光看去 见那汉子四十多岁 穿着短鹤 身材健壮 脸上有伤 腿脚 有些不灵便的样子 该是一个退伍的援军士族 她手里拿着的 正是昨夜她给出的 那三十文 此时已经有不少人 围了过来看热闹 那富人便嚷道 我的钱啊 天杀的二虎 抢了我的钱啊 别胡说了 这是我的钱 天杀的 我才出门 要去留阿大家买柴 她抱着我就摸啊 摸到钱就抢了呀 这一番哭喉 却又引得人们哄堂大笑 刘寡妇 她都摸你哪里了呀 就是说啊 要珍视你的钱 你藏在哪让二虎摸到的 那黑兽妇人大喊道 我不是寡妇 我男人会回来的 这真是我的钱 名叫二虎的汉子 用力一踹 将刘寡妇踹倒在地 催了一口便走 村中人见了 各自摇着头便打散散了 张文婉看不下去 按着腰间的短刀 便走上前去 扫射人群一眼 她甚至没有开口说话 那二虎的汉子 上下打量了她两年 想了想 把那三十文钱 放在了刘寡妇脚边 缓缓往后退了几步 转身逃开 这桩小事过去 张文婉便打算离开了 临走前 她问了刘寡妇几句 他们就这般欺负你 我 我没有男人 没有男人还没有王法吗 王法 刘寡妇愣住了 她从来没听说过 王法是什么 张文婉认认真真道 王法就是遇到 刚才那样的盗贼 官府会有人把他捉起来 顺天路是大蒙古国 最早实行汉法的地方之一 因为张柔坐镇顺天路时 一直呕心沥血 恢复名声 纵观整个大园 很难找到比 顺天路治安更好 更有秩序的地方 但刘寡妇却是摇了摇头 道 官府 收五户丝 张文婉又解释了一回 刘寡妇却还是不明白 说官府只收五户丝 张文婉无奈 也说不清楚这事 于是拿出一张 一百文的中筒交钞 递了过去 道 我得走了 你拿着 给孩子买吃的 他自己也是自身难保的状态 能做的 也只有这些了 之后 他牵着马 离开了这个村落 沿着太行山向南而行 而村落这边 几个人正聚在一起闲聊 那披甲的不是刘寡妇的男人 不是脸 就是路过了村子 睡了刘寡妇一晚 我今天上山砍柴 眼见他都过了红崖 骑马走远了 真的 二虎又确认了一遍 真的脸 哈 我说刘寡妇今早不情愿让我摸里 二虎轻笑一声 站起身来便往外去 没多久之后 哭嚎声便再次在刘寡妇家中 想起 天杀的 别抢我的钱啊 活不了了 啪的一声响 二虎将刘寡妇一巴掌摔在地上 又踹了一脚 踹得他起不来 便在屋子里搜起来 两个孩子不停大哭 他却很快有了意外之喜 伸手进一个破桃罐里 掏出了张一百文的交钞 天杀的呀 刘寡妇哭得死去活来 到最后没办法了 只好大哭道 你就不怕王法吗 王法 二虎压抑 哈哈大笑道 大蒙古国的王法 是什么 是草原的王法 是强者为尊 他伸手拍了一下刘寡妇的头 积了一句蠢女人 笑嘻嘻地便往外走去 而就在村口 一对兵马已经驶了过来 为首的石副长挥手下令 道 嗖 再把所有的男人都争掉了 一对车马出了子武关 好二虎抬头看去 只见前方便是关中 他的心情不由豁然开朗 他如了如嘴 看向他的儿子 道 鬼啊 你记得吗 那年我们就是跟着贺大哥 从这里进的子武道 当时的路可难走 现今修得真好啊 爹 我名叫好心帮 不叫狗了 子武道前些年就已经修好了 如今是汉中到长安的主干道 对 对 这不是叫习惯了吗 好二父推着板车 目光还在四下看着 又到我们的老家在为难 那年蒙哥死了 蒙古人内斗 你娘没了 我带着你出来逃难 那时候你才六岁 我就这样一路背着你走 谁承想 我们还能这样回来 儿子记得 要是娘也能与我们到汉中 过好日子就好了 是啊 刚到汉中的时候 没有住的地方 我们挖的地窖 后来这一年一年 日子渐渐好过来 我儿子还成了读书人 嘿嘿 爹呀 都和你说了许多遍了 儿子不能算读书人 只是能识字 会算数 好二父眼睛一瞪 大声道 那还能不是读书人 以前我们整个村里 也难出一个识字的人 这能是你村里吗 好稿道 在汉中 识字的人多了 到了长安 还有更多 话到这里 前方又有一队人 从西面过来 个个也都是老蒙打扮 推着板车 上面再满了麻袋 里面装着粮食 及其他各种杂物 众人聚在一起 不免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你们是从哪来的 汉中 老哥 你里 就在那边的西岭村 额门 前阵子已经送过一次了 这部家里的鸡又下蛋了 再凑些东西 一道送过去 听说价钱蛮好吧 比往常卖的能高一些 我可不是为了卖上价才运来的 我是为了住居 到时候说起王师北伐 我也是出了一份力的 好二父 则昂了昂头 道 我从汉中过来的 应了目的 道石运资虫到北面去 周围人纷纷刮目相看 赞叹不已 也有人问道 这运资重能给多少钱 好二父 方才听人吹牛 也学道了 所以一拍胸脯 道 我不是为了钱 为国出力吗 好狗听了 低头嘀咕了一句 什么 人群讨论着这些 却也有人问道 几位老哥 官府说的 那个收粮和募兵的告示 我没看懂 能给我解释解释吗 好二父听了 立即便激动起来 一手便揽过好狗 让我儿子和你说 都是他读给乡亲们听的 嘿嘿 他就喜欢这些 爹 好狗 再次埋怨了一句 但之后 他还是耐心地解释起来 收粮 其实很简单 官府统一 以纸币收购粮食 不是 那我怎么听说 这是宋国那边的和敌呢 谁说的 好狗道 首先宋国的和敌是强制的 每户 只有留下口粮 剩下的必须卖给宋廷 且价格低不说 惠子还不值钱 但我听说 朝廷为了北伐 印了很多纸币 朝廷的纸币 也会像惠子一样不值钱力 不会 好狗用最简单的 办法解释起来 道 不是朝廷为了北伐 多印了纸币 而是贺兰山大胜之后 朝廷缴获了很多战利品 这些金银珠宝 拿出来不方便 所以印成了纸币 事情当然不会像他说的 这样简单 但对于这些老农而言 这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则则 读书人就是不一样 这么一说 一下就明白了 面对众人纷纷称赞 好二福听了 乐的嘴都合不拢 好狗却只有修拿 一本正经的继续说 收粮很简单 印木就分为几种了 有的印木后勤 也有的当新兵 第1175章 农夫 官道上的人越来越多 除了个别牵着毛驴的 老农们 绝大多数都是推着板车 步行运粮 一日里 静也能赶很远的路 在傍晚时分 便赶到了子武镇的驿站 这里已成了粮草的集散地 络绎不绝的农夫赶来 在官吏的引领下 谢粮 登记 李嘉靖的 当场便领了钱 欢天喜地地回去 也有人会往子武镇的 市集上走一遭 采买些物件回去 如好二赋这种 打算印木的 便会留下来 明日继续跟着队伍 向北 由官府的人领路 并安排食宿 他一辈子没见过 这样的大场面 点着脚到处看着 嘴里喃喃道 比过年还热闹 一战就在镇外 收粮点上 罗列着琳琅满目的东西 除了稻米谷物 还有各种腊肉 菜干 国府 依照分类堆叠着 负责看守物资的差异 来回走动着 不停大喊道 别挤了 哪个敢伸手 莫怪老子剁了他 好二赋看得直了眼 之后便见到 有只手在前面晃了晃 是他们这对人的领队 换作老何 老哥 走了 赶紧到前面 捉紧时间八口吃的 趁早歇了 明个好赶路 好好 汉中来的老乡们 把板车留下 官府 会派人看守 人 都跟我来 老何举着手 招呼着众人 好二赋 第一件事 就是转头看儿子 有没有跟上 往前走了一段 人越来越少 只见前方 搭着一排棚子 那棚子是最简单的 一种 四脚隔插着一根长杆 中间拉着一块棚布 人们就在棚布下 破了稻草 稻草上 再盖一块布 也就成了能睡觉的床 已经有许多人 躺在那 或坐在那 十分嘈杂 同行者中 有人不由问道 老何 都到了关中 还是连间屋子 也没有啊 老何打了的哈哈 道 地方是差了些 大家伙将就睡一晚 这有啥睡不了的 好二赋帮枪道 我家里起了新房 请木匠来打的大床 弹得这么厚的棉被 那睡得甭提多舒服 但这一出门 哪哪我都还是睡得下 好狗儿见父亲 又开始炫耀 只觉骚得慌 但他略略犹豫了一下 还是觉得有些话得说出来 这哪就苦了 我们大唐将士们 漠北屈辱 躺在冰雪地里 卧在沙漠里 缺衣少粮 那才叫真的苦 众人愣然 纷纷转头 看向了这个年轻人 这么多道目光头来 好狗儿有些怯场 物字又道 如果不是将士们 把外寇挡在境外 如果蒙卤杀进关中了 那大家还要 好日子过吗 连这点辛苦还要抱怨吗 好二赋见儿子 说话语气重了 笑着圆场道 这五月的天气 不冷又不热 在这外面 睡正正好舒服 当年我从关中逃难 去汉中的时候 那才叫真个苦 是力 还有片棚来挡着 不太怕夜里下雨 这个孙老六就是娇气 不少老农开始挠头 指责起 方才那个抱怨的同伴 孙老六也是尴尬不已 搓着手道 大后生 呃 这乃是抱怨脸 呃 不就是和老何开玩笑的吗 好狗儿声音也轻了不少 道 北伐在即 朝廷准备的时间短 大家还是要种植成城 说得好 种植成城 瞧这大后生 果然是读书人 你这些道理 都是哪看来的 报纸上看的 则则 能识字真好 呃 好几日未听人念报了 就是说咧 记得原来上面有个故事 可有意思 呃 还没听全力 好二父只觉面上有光 道 那正好 就让这小子 给大家伙念念报 好啊 念念 大后生你带了报纸吗 听说 贺兰山那一战 好多故事都在报纸上说的 有 有 好狗儿碎从背楼里 拿出一个包裹 打开来 只见里面是两块木板 他动作轻柔地打开木板 才见到里面夹着的许多报纸 老农们围坐在边上 捧着干粮啃着 全都盯着好狗 听着他独报 好二父拿出水囊 养着头痛饮了一口水 脸上笑得满是褶子 他就喜欢看儿子有出息 连长途劳顿的辛苦 都因此一扫而光 没念多久 天色已完全暗了下来 落日的余晖刚退进 老和便站起身来 道 歇了吧 省些力气 明个还要赶路 众人意犹未尽 嚷着要让大后生多念一回子 于是一起出力 架起了篝火 忽悠听的驿站那边热闹起来 说是有只官兵行军路过 驻扎在远处 紫武镇这边有不少人 嚷着要去送些吃的 好狗一听 再也没了念报纸的兴致 他仔细将报纸加回木板 收进被篓 凑到驿站那边的人群里 这些都是紫武镇上的百姓 有的提着鸡蛋 有的提着米酒 也有的只拿了一双鞋垫 总之是各种物件都有 嚷着要去卫军 有差役要拦 莫能拦住 人群便出发了 爹 我跟他们去看看 好狗向好二夫道 你累了一天了 就在这些吧 儿子很快就回来 月色很亮 而且这群人灯笼也有 火把也有 只拿着一根蜡烛照录的 也有 孩子扶着老人 妇人们包着头巾 走在一块 好狗这大后生 离那些妇人远远的 跟在队伍的后面 走了一会 听到了前方的马蹄声 他这才向前挤了过去 只见月光下 有个将领 带着十余个骑兵赶过来 到了人群前 便翻身下马 看几步 盯着那将领 头盔上的都傲看 他对 唐军的军衔最感兴趣 很快就看出来了 这是一个部将 不由十分景仰 人群中便有人道 将军 到镇上宿营吧 住在荒山野岭的 还要扎营 太辛苦了 乡亲们的 情意 我带将士们 心领了 那将领抱拳 道 但军律有规定 行军驻营时 不可打搅相邻 实在无法移营 乡亲们回去吧 我们不怕打搅 就是 大唐的王师 都是我们的子弟兵 我们不怕官兵 唐军与百姓 也确实亲近 一是因为军律严明 行军永远秋毫无犯 朝廷再三强调 军队在外打仗 在内百姓 一定要有安定的生产生活 这是严令 二是 这些年朝廷的宣传 做得很好 论对民心于情的重视 李霞比当时任何人都高 此时那将领 已上前亲手扶住了 几个老人 笑道 乡亲们 真不能驻扎到镇上 我们都住好营了 那这些吃的都收着吧 收着吧 都是乡亲们的心意 那将领再次摇头 道 真不能收 军律三严 今日 我若是收了 是要挨板子的 这二人推来推去 好果站在一旁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的 却是这些将领们的盔甲 马匹 武器 觉得比以前更威风了 真不能拿百姓东西 一颗鸡蛋 也不能拿 乡亲们都回吧 天色太晚了 好吧 将军一定要打胜仗 定不会辜负乡亲们的厚望 百姓们终于肯回去 众人转身走了 却有一个 老夫还站在那里 住着拐杖 倾着身子往前看 好果见了 停下脚步 之后便听到老夫 冲着骑兵中一个喊道 儿啊 是你妈 那对骑兵 已经调转马头往回赶了 听到这喊声 只有那个将领回头 道 阿嬷 认错人了吧 快回去吧 我儿是永兴君的董栓才 保家卫国 你儿子是好样的 许久威尖儿子了吧 军律规定 不许私下探亲 想必等北伐过后 你儿子就回来了 那不是我儿吗 回去吧 这天太晚了 莫摔着 小后生 帮忙扶着点 那将领说完 翻身上马便走 时于骑在夜色中 向东而去 好狗便上前扶着那老夫 往回走 走了没几步 他忽然听到有马蹄声反尽了 转头一看 却见一名骑兵 忽然调转马头重新奔了 回来 浮如心智一般 那老夫也停下脚步 转过身 那骑兵不等马停稳 你翻身下马 连跌了两步 跑到老夫面前 扑通跪在地上 带着哭腔大喊 娘啊 好狗转头 看去 只见那十余骑 还驻马停在远处 在深沉的夜色里 只有隐隐的黑夜 他这才对子弟兵三个字 有了更深的感悟 等好狗 在回到歇脚处的时候 只见 好二父正搓着手 站在那等他 爹 我就是去看一眼 说了 不用等我的 没再等你 这不是睡惯了家里的大床 睡不惯吗 说是这么说 等父子二人 回到各自的草席上躺倒 没多久 好二父 已经是憨声如雷 这些老农 都是连日奔楼 各个类的厉害 憨声一个赛一个的想 此起彼伏 好狗受得住 硬邦邦的倒草床 但听着这些憨声 闻着熏天的脚臭味 觉得透不过气来 一时难以入眠 终于 在感觉要被憋死之前 他还是起身走开 好不容易找到一条水渠 急水洗了脚 又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 他见到前面有一个佛塔 便不顾疲惫地登上塔楼 向东望去 在很远的地方 隐隐能够看到一片萤火 好狗便静静地看着他 眼神里浮出了向往 他六岁到汉中 是在新唐王朝治理下 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年轻人 既不出色 也不差近 就是最普通的一种人 但他也有了自己的志向 第1176章前夕 5月20日 通过几日的跋涉 长安在望 好狗睁大了眼 看着远处的城墙 努力想看清这座都城 比汉中更有气魄的地方 然而 让他失望的是 长安的人口虽多 城池 却并不比汉中城大多少 甚至显得有些杂乱无序 若说汉中城 配得上龙兴之城的城号 作为都城的长安 却太过老旧 有种难堪大人的感觉 但好狗 依旧是兴奋的 他看到四面八方的队伍回来 看到荆棋在城头摇摆 感受到了一种蓬勃的朝气 北伐驱鲁 恢复中原 人挤人的官道上 忽然响起了这样一声叫喊 很快便有人响应起来 跟着喊道 乘圣而北 屈鲁 屈鲁 万圣 郝二夫吓了一跳 摇头道 年轻人气力没出花 声都喊哑了 还要瞎喊 好狗 却是点起脚 往前头看去 用目光寻找着那群年轻人 很快他就找到了他们 大概有五六人 都是做书生打扮 而书生袍 也是经过改良的 袖子 坐窄 衣巾剪短 显得阴挺 利落了许多 他们每个人都配着剑 剑上的红鹰 微微晃动 更添一份鹰气 好狗的眼睛已经亮了 心里跃跃欲试 想要过去与他们作伴 只是他还要推车 离长安城越近 官道上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 互相打着招呼 江兄 这是要往何处 投军 每当这简洁有力的 两个字响起 气氛便会愈发热烈 最后让他们 如同喝醉了一般 开始唱起歌来 好狗 路过他们身边的时候 不由跟着唱了两句 马上便有年轻人 向他投来热情的目光 冲他招了招手 郝二夫连忙道 狗儿 别看了 队伍继续往前 终于将粮草泄了 这次 他们却是 被要求着集合起来 由新的资众官来统一管理 郝二夫原本有些紧张 但等了一会 却发现 他们的资众官 是一个看着很和气的年轻人 乡亲们 好 我叫范学义 是你们的资众官 往后将由我和老何带着 你们往前线酝酿 这范学义 看起来文质彬彬 开口说话 却没有太多 知乎者也 都是朴实的大白话 今日有几件事 得先交代你们 首先就是上了前线 你们务必听我的命令 战场上不是闹着玩的 稍不留神 就可能会丢了性命 我希望把你们 全须全以地带过去 再全须全以地带回来 此时站着的 都是些来应目的农夫 并不能像士族一样 另行禁止 不由低声交谈了起来 这官看着年纪不大吧 是列 官位应该也不甚高 看着只是管我们这些人的 小军须官 网上应该还有更大的吧 郝狗儿转过头 低声提醒道 孙六说 莫说话了 但其实孙老六他们在说的话题 郝狗儿也十分感兴趣 早已了解清楚了 此次负责整个北伐军须的是 陆秀夫 包括 能让郝家父子 从汉中运良到关中之类的 许多政策 都是出自于他的手笔 报纸上的几篇动员信 落款 都是他的名字 想着这些 郝狗儿觉得自己离崇敬的人物 又更近了一步 离志向也更近了一步 范学义还在最后 交代着各种事项 后日清晨 陛下将在城郊天坛试诗 我们明日歇一歇 后日早早起来参加试诗大典 长安城内 陆小友家中也聊到试诗之事 你是后日试诗之后 不要出征了吧 是啊 我明日就得回到营里 主 虽然是新婚燕儿 王翠却没有一点娇气 点了点头 报 好 行李我已经替你收拾好了 看着 伤药放在这里 若是受伤了 一定要先抹这个 哪怕是这种小事 也用一种认真的态度面对 你与娘待在家里 能行吗 陆小友问话的时候 又挠了矛头 显得有些不自信 王翠见了 隧道 小友哥 你是大将军 不必管家里的琐事 我和娘都会打点好的 可我家里是农户出身 怕你嫁进来不习惯 我家里也一样的 王翠低声道 日子过得好 哪会把女儿送去习武 我把你娶过来 却又要出征了 你放心公主那边吗 可以时常过去陪她 这是她近来常在想的一个问题 她害怕万一自己死在 北伐的战场上 那把王翠取过来 反而是害了她 还不如让她一直陪在公主身边 王翠道 公主近来似乎有了新的事在忙 她好像适应了长安的生活了 那就好 次日 陆小友带上行囊 出了长安的宅院 往城外的兵营策马而行 她也能感觉到 一路上的气氛 年轻的人们高喊着 北伐驱路 越来越兴奋 激情回荡 陆小友却已过了 这个年纪 她年轻的时候 也是这样热血冲动 一往无前 当时随李霞杀入皇宫 脑子里根本没有想过 那件事会有怎么样严重的后果 她只管去做 可见她 年轻时比这些人更激情澎湃 但现在 她害怕的事 却更多了 怕老麦的娘亲伤心 怕新婚的妻子守寡 也害怕麾下士族的家眷们 承担这种痛苦 因此 开始变得更为慎重 她不会在出征前大呼小叫 而是要把力气留到战场上 朝气蓬勃也好 成熟稳重也罢 名夫也好 大将也罢 形形色色的人们 在北伐的前夕做好了准备 天色也逐渐暗下去 长夜过后 便是世诗大会 这夜 长安皇宫中 李霞正在与韩成旭 韩奇安 杨国 李爷等几个北规大臣聊天 难得的是 他们并没有在商议正式 只是做着说些家常里短的小事 再仔细一回想 李霞还真是第一次这样 花费大量时间闲聊 抗争了十年 该做的都做了 明日就要世诗北伐了 不论在做什么 相比十年的经验 能起到的作用都很小 相反 这些众臣们的年纪 都已经很大了 能陪他们聊天的时间 已经不多 放在当年那时候 谁曾想过 有朝一日 陛下真要北伐了 这句话 杨国已不知是今晚 第几次提起 我虽然看出陛下不凡 但以为最多能守住宋国 没想到 没想到 眼界太窄了呀 那我早便看出来 我可比你眼光高显 韩成旭便笑了出来 又道 这次北伐功成之后 你我也该一道一养天年了 谁与你一道 杨国道 北伐功成 我便回山西老家 李霞道 不仅如此 我还指望杨公来治理山西 杨国连连摇手 道 陛下厚爱 臣太老了 不中用了 李霞又问道 听说袁延也打算在 这次北伐之后 回到山西 几个北规人 都是与袁浩问交情匪浅的 聊到这个话题 不由纷纷叹息 是啊 这女娲的心思 只怕不在仕途上 毕竟是个女子 李霞道 这些年 他公务一直做得很好 此次动员北伐 民间余情 能有如此支持 他功劳不小 并不会因为是女儿 而影响仕途 陛下有所不知 韩承煦叹道 老臣们忧心的 并非原言的仕途 而是他的婚事 是啊 杨国道 听说 自他丈夫去世之后 提亲者不少 其中便有张宏基 他都未看上眼 干脆去当了女官 李也道 张家二郎 我曾见过两面 样样出挑 与他也正相配 若连张二郎都看不上 只怕是男了 这些众臣们 平素高深莫测 此时说起 这些家常理短来 却与普通妇人 也没有太大的不同 李霞渐渐插不上嘴 只是默默听着 他们没有聊太晚 在虚实左右 便告退了 李霞独自坐了一会 起驾 却先找张文静聊天 他 这次打算带张文静 与韩巧随征 此时张文静还在打点行李 见李霞过来 有些小小的惊讶 嗯 怎么不去陪明月姐他们 方才听了朱公说 你二哥与袁言之事 想到袁言在北地 应该颇有人脉 你说 也安排他到北上的队伍里 如何 张文静微微一压 硬道 也可以 袁姐姐最熟悉北面的文人 这些年又都在宣传司 对 招府士族应该有帮助 说吧 他又玩耳道 这次二哥若能见到袁姐姐 只怕会很欣喜 会吗 不知道 我开玩笑的 想必过了这么多年 二哥早便释怀了吧 第1177章传席 陛下特意来说 想必不单单是为了袁姐姐的事吧 张文静又问道 李霞道 倒也没别的事 是因听朱公聊到二哥 觉得他性子软末 有些不放心 嗯 有一点 不求万事顺意 多做准备就好 其实啊 要是我六个再保证 反而能更顺利些 张文静正在叠衣服 转过头来 凑近李霞耳边道 六哥才干比二哥强 而且袁婷更信任六哥些 事到如今 不想这些了 李霞从后面搂着他的腰 低下头问道 要回家了 什么心情 说不上来 有些紧张吧 也有些担心 还想要快些见到店 以为人母的张文静 在谈到家里时 眼神里依旧有孩子似的迷茫 去明月解纳吧 这次北征是带了我 却从来没带他 好 巧呢 他不是说今夜 要过来陪你住 到宁妃院子里去玩了 也不知玩些什么 每次都是忘乎所以 这是李霞倒是知道 随口道 许事还在逗区区 由他去吧 陛下就惯着巧 张文静也没心思管这些 打点了行列 又开始清点腰带的礼物 及赏赐 这个夜晚 显得特别短暂 天不亮 李霞就已经起身 他低头看着 正在为他穿戴盔甲的高明月 觉得这些年 自己最辜负的就是他 高明月似乎察觉到了 李霞的目光 抬起头问道 等天下平定了 带我再回一趟大礼吧 他声音很轻 在李霞面前时 他还像是那个羞涩的少女 摆不出皇后的 母仪天下的气势 陪我回海边住一阵子 那里夏天不热 冬天不冷 既不干也不潮 我们就吹风 看雪 什么也不做 好吧 好 李霞硬道 他知道 到时候自己还是会很忙 北伐之后还要难争 在之后 他对江玉的野心 必不会小于蒙哥与忽必烈 但他还是认认真真 看着高明月的眼睛 给了沉默 高明月笑了笑 他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 李霞心中对他的愧疚感 也由这个小小的要求 转为了对以后的期待 准备停浪 李霞便出发往长安东郊 准备试诗 之前称王 称帝 这样的流程 有过两次 他已经十分熟悉了 这次的仪式 则要简单很多 首先依旧是祭天 告祭过天帝 求了天帝庇佑 臣民将士才能安心 祭礼结束之后 一坛坛的酒被搬了出来 因为出征的将士太多 美人也只能饮上一勺 以示同甘共苦之意 李霞则走上了高高的站台 环目看去 只见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 无数期待 仰望的目光看了过来 虽说已经该习惯了 但他时常还是感到 难以承担他们的期望 咚咚 鼓声响起 越来越大 直到将天地间 所有的声音都盖了下去 等到鼓声一停 万籁聚集 所有人都在等李霞开口 习告天下 然而 李霞却没有直接念习文 他开口 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正等今天等了太久了 等到很多人都已经麻木 都已经厌倦了战火 因为北伐太难了 像是一个 永远不会天亮的长夜 站在下面的官员们 愣了一下 因天子没有按既定的流程来 稍微出现了一些慌乱 李霞说的 则是他的心里话 十年征战 死了太多人 把太多情绪消磨殆尽 留下了太多疲惫与伤痕 好不容易熬到要北伐了 他的心情却已经很平静 少了当年的热血与冲动 但愿望还在 且更加坚定 一百年前 赵颂 有个叫范成大的官员 奉命出使经国 渡过淮河 踏上中原土地 到开封时写了一首词 其中有一句 朕记得很清楚 谈下几个众臣都知道这首词 以低声跟着念了出来 周桥南北是天阶 父老年年等嫁回 人类师生寻使者 几时真有六军来 这人类师生四字 似乎唤起了人们心中 对苦难的回忆 李霞继续说道 几时有六军北伐呢 中原父老师生相问之后 过了22年 陆游写了一首诗 陆游的诗 知道的人更多 许多人也跟着低声念了起来 移民类 近湖尘礼 难忘王师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 李霞说等这一天等了太久 因为这份等待 不仅包含了他的十年 再往后又过了18年 陆游在等待北伐的过程中 等完了他的一生 只能在林中留下绝笔诗 死去原之万世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佳继无望告乃翁 好果跟着念了出来 感到心里沉甸甸的 他读过陆游的诗 报纸上常常会看上一首两首 并在下面写上各种注释 此时他站的位置 离天坛很远 在最外围的一片 前面的视线也被人群挡住 使得他并不能望到天坛 好在 每隔一段距离 都会有士族把天子的话传过来 令每个人都能听到 在好狗不远处传话的 正是年轻的军需官范学艺 时至今日 据陆游的 但悲不见九州同 又过了57年 一代又一代人 盼着北伐 且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除了陆游 还有星际集 还有宗泽 岳飞 孟拱 他们不仅是宋国的文官武将 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解 让我们能挺直腰杆活着 而不是像烂泥一样 趴着 而他们没能等到的北伐 在今天 我们等到了 好狗挺了挺自己的背 赶到时代重担 压在自己身上 范学艺还在传递着李霞的话 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 过去的分裂 屈辱将在我们手里终结 历史将在我们手中书写 王师北定中原 过去无数人的遗憾将由我们来弥补 在这支队伍前方站着的是陆秀夫 他抬起头看向天空 像是看到了满天的英灵 有宗泽高喊着渡河 有岳飞的壮志鸡餐葫芦肉 有兴气级的气吞 万里如虎 有孟拱的三十年志在收复中原 还有数不清的战死的人们 李霞有句话 他十分认同 这些始至北伐的人们 不仅是宋国的臣子 还是华夏的英雄 如今的陆秀夫 身披着新唐的官服 他已经能坦然接受自己的官身 他所领的是资众队 在这支队伍的前方 便是将士们的方阵 每个士族都站得十分挺拔 精神气十足 陆小友则站在永兴军的方阵最前方 随着士师大会进行到了这里 一坛酒已经递到了他的面前 送酒的士族拿着勺子咬了两下 发现里面剩的酒已经不多了 陆小友干脆捧过酒坛 将里面剩的一口倒入了口中 他酒量很差 仅仅这一口就已经上了脸 再抬头一看 天坛上的李霞拔出了长剑 指向了北方 素来沉稳腼腆的陆小友也激动了起来 举着拳头大喊道 北伐 身后的士族们也开始跟着呼喊起来 很快 整个东郊十余万人的喊声汇聚在一起 声动四方 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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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东方 天光已然破晓 李霞开始发表西文 以示决心 西赫赫始祖 赵造 黄黄中华 言有九西 唐鱼济世 三王奋济 则文化彬彬 独步与内 楷自时世艳云之歌 赵氏淮北之诗 国作不复阵 如鱼肉伴 新闻四部 遂隐群鲁城兼底戏 边境要去 隔靴进去 腐背恶坑 遂使我汉土唐傲进尸 名气尾弊 将破碎颠连 转艳风时 金猛园 窃居中原 衣冠一离 虐氏 君与草剑 骨肉同性 吞氏 君与豺狼 泱泱大国 岂甘沦为奴乳 无堂皇之后裔 也 祖宗命士之鹰 及其苗义 功成天命 亡感自安 罪剑巨巨愤 十一年间 巨兽西蜀 开江云南 收复关中 富克隆熙 斩鲁囚鱼 钓鱼城 兼铁骑鱼 赫兰山 资奉天倡议 青铜大师 北竹葫鲁 分兵靖逃 问罪 燕京 出生名于水火 富汉官之威夷 扫荡胡尘 一统四海 致使安明 振兴华夏 律 百姓不知 凡以无为仇 献逆游身 故先预告 兵帅所灵 君为整肃 号令三言 耕士不惊 秋毫无犯 归我者 永安于华夏 被我者自窜于荒漠 盖华夏之名 天必命 华夏之人已安置 葫芦何能治灾 唯恐中原 久乌山星 故帅四方 猛烈天下豪雄 奋力阔青 志在屈辱除暴 使民 皆得其所 雪 华夏之耻 如蒙古 四目 虽非华夏 足类 而同生天地间 凡之礼义 愿为臣民者 与华夏之人 抚养无益 不告天下 贤史闻之 很快 骑兵四散而出 传袭天下 天坛上 则再次响起了战鼓声 北伐 北伐 士族们高声大喊着 缓缓转过阵脸 开始行径 十年抗争 李霞终于开始了 他的北伐 第1178章继承者 洛阳 有快马从西边狂辈来 一路冲进城中 依旧毫不减速 吓得行人纷纷躲避 急爆 急爆 一直狂蹬到金略府前 马上的骑士 跌跌撞撞往里冲 再见到薄言了 才停下脚步 急爆 唐军出同关了 正在攻陕周城 薄言正在援商议重要事情 听到战报后 沉默了片刻 转头看向地图 唐军会入扣 而且会走河南 这是预料之中的事 该做的准备 也都做了 除了兼臂亲爷的手 战术上的办法并不多 李霞是一个实力很稳定的对手 几乎很少犯错 或留下破绽 薄言这边 要是想在短时间内增加胜算 首要得处理的 反而是蒙元内部的诸多麻烦 因此 他的目光在地图上停留了一会儿 接连下了几道 应战的命令之后 心思便回到了 方才与何为所义的话题上 这种形势危险的时候 阿和马如果不能与我们 齐心抵抗李霞 大元真有可能会被赶出中原 这是他与芒格拉 都不想看到的情形 何为道 阿和马的态度很明确了 他和太子殿下 一直以来不和 甚至可以说是结怨甚深 如果让太子监国 阿和马宁可 随芒格拉 霍纳穆罕 北反哈拉和林 荒谬 这是一个臣子 能够说出来的话吗 那是阿和马 不是哪个汉臣 何为小声提醒道 丞相 你只能做个选择了 他说这句话的同时 目光紧紧盯着薄言 有些背防之意 薄言努力了很久 希望能暂缓 真经与芒格拉之间的皇位之争 让大元朝廷将主要的心力 都放到眼前的战士上来 但他失望了 这件事撕破了遮掩 把皇位之争摆到了台面上 谁都明白眼前是最好的机会 而这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 也许在这两个派系眼里 对方比李霞更加危险 这次让李霞赢了 只是把他们赶出中原 但若让对方赢了 蒙哥与贵游 忽必烈与阿里布格的前车之剑 就摆在那里 没有了和好的可能 薄言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了 面对着何为的目光 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道 去把上文请来吧 我同意让太子殿下监国 何为眼中有了喜意 他与上文终于说服了薄言支持真经 那接下来只需要抵抗住唐军的攻势 那么 监国太子的威望 就将如日中天 就连芒格拉军中的各个万户千户 也会转头过来 所以薄言极为重要 不仅能代表一部分蒙古重臣 还是防守河南最重要的统帅 何为亲眼看着薄言布置房屋 对他十分有信心 过了一会 等上文到了大堂 薄言已经写好了一篇奏折 略略犹豫之后 递给了上文 这是我的表态 请真经太子监国 事实上 没有薄言这封奏折 真经也已经在行监国之时了 他真正的意义在于 薄言公开宣布 自己成为真经一党 现在唐军已经入扣 形势危急 请太子殿下应允 联盟宋国 共克强敌 并派大将往山西 夺阿河马之权 上文不由打心底 敬佩薄言 怪不得陛下一见丞相 便拔足重要 丞相 是真正忠于大元的能干之臣 薄言 无奈地一挥手 叹道 不必多说了 尽快赶回去见殿下吧 何伟送上文出北城 一路上 上文都在畅想着 未来的大好形势 如今有了薄言丞相的支持 殿下可谓是胜券在握 末了 他还补上一句 道 芒格拉有想争位 其势力已比殿下差了一大截 何伟问道 对芒格拉是胜券在握 对李侠又如何 李侠 哦 众运是说战事 李侠立国十日尚短 国用不足 支撑不了长久作战 何况兵马出征 不向防守 出征所耗费的钱粮十数倍不止 故而送国屡屡发兵北向 皆惨罢归 薄言丞相 只需守住河南两三月 则李侠自退 何伟自己也是这般判断的 文言点了点头 但还是道 怕的是 李侠军中那些火器 物件是死的 人是活的 大元 只需要解决 好处位的问题 国本一稳定 天下便稳定了 事故夫遇攘外者 必先安内 北面文人平时看不起宋国 真遇到了与宋国相似的问题 其实连说的话都引用了照谱的 两人才走到了北城 忽见前面有一期绝尘而来 总管 一名空英卫的信使 非一般地赶到了何伟身边 傅尔禀报起来 事实 指挥使从开平传回来的消息 说 是在殷山以北 找到了陛下 正在回开平的路上 一瞬间 何伟失态了 他眼睛一瞪 露出了不可置信 与惊恐不安的神色 真 真的吗 他低声问道 使指挥使说 有可能是假的 陛下若无事 早便该归还了 有可能是芒格拉放出的假消息 何伟一颗心 这才落回肚子里 他将尚文请到一边 低声将此事说了 尚文的第一反应 却是皱眉 心中暗到了一句 早不来晚不来 何伟问道 薄言丞相的作折呢 是否要还给他 还给他 尚文摇了摇头 道 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开平 见了使指挥使在谈 何伟点了点头 却有些被尚文这种坚决的态度 惊道 觉得文人们有石肘起来 比武将还要拼死 当然 事已至此 做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那边唐军已经出了同关 小韩通道上惊奇招展 战事已然展开 这边尚文则连夜赶路 星夜及时赶回开平 开平 控阴卫衙门中 使吉坐在那 看着一封封情报 脸色愈发难看 他近来心情不好 眼睛里透着古阴寒之意 指挥使 尚文回来了 请 使吉转头看向门边 尚文还没进来 他却也没有移开目光 而是想事情 想得出神 像是在考虑哪些消息 可以说 哪些不能 使挥使 很快 尚文大不敢进来 第一件事 便是将薄言的奏折 放在使吉案头 道 薄言表态了 使吉轻声问道 何伟将那道消息告诉他了 没有 我与他商定 暂时不告诉薄言丞相 使吉 先是看了薄言的奏书 其后向尚文问道 此事 你怎么看 意料之中 朱公早说过 薄言必定会支持殿下 使吉声音压得更低 道 我试问 那道消息 你听到了吗 尚文点点头 道 芒格拉放出的 那个假消息 使吉盯着尚文的反应 似乎终于看出了什么 点了点头 让他赴耳过来 芒格拉竟然能放出假消息 可见他必是想要争皇位 我认为太子只是 坚国 不足以稳住行事 该先登基才行 尚文微微一致 但很快便做了决定 故作不知 道 朱公适合决议 使吉道 朱公逗老了 行事有些畏手畏脚 尚文更明白 使吉的意思 问道 指挥使要我怎么做 你是聪书记的学生 才能出众 该担重任 使吉凑得近些 又道 由你来劝敬 可好 尚文明白这意思 他是刘炳中举荐的 由他出面 旁人会当是刘炳中的意见 附和者更多 声势更大 好是好 尚文心里 已为此事感到了兴奋 然而 转念一想 他又十分忧愁 问道 那 那个消息 使吉道 你若愿意升迁 剩下的事 便交给我 他没有明说 剩下的事 只帮尚文打点升迁之事 还是另有所指 两人很有默契的 不再聊了 次日 真经开了一场朝会 他在忽必烈的椅子前 又加了一把椅子 坐在那看着 由刘炳中主持 首先便是宣读了 薄言的奏折 请真经 正式监国 尚文 站在百官之中 偷眼向众人看去 没能从那些蒙古 色目诸臣 以及金连川幕府诸公的脸上 看出任何不对 显然 史吉没有把那道假消息 告诉他们 尚文又回过头 终于在几个年轻人脸上 看到极难察觉的微妙表情 之后再看向真经 只见这位年轻的监国太子 脸色沉静 眼神平和 竟有种淡泊明智的感觉 真经 不愧是汉儒叫出来的 今日这场朝会 就比以前更像样的多 蒙 汉大臣 分裂两排 整齐而有秩序 这一定会是个 能将汉制施行下去的明君 脑中这念头一起 尚文就摁不下去了 他虽站在那一动不动 脑子里 却已是天人交战 而朝会还在继续 终于 当刘炳忠接连处理完了 几桩大事 尚文忽然站了出来 陈有本要揍 众人的目光 纷纷向他看来 尚文镇定了一下心神 道 所谓国不可一日 无君 陈认为 太子只是监国 还不够 当登基继位 第1179章 接驾 住口 当先出面 贺断尚文说话的 却是刘炳忠 刘炳忠十年才51岁 若只看他的样貌 很难想象 这是忽必烈的幕府第一臣 这个开国元勋 如今穿的 还是一身破旧的黑色素衣 脸色有黑 皮肤粗糙 唯有一双眼睛里 透出睿智深沉的目光 上周清 你昏了头了 陛下出征在外 不日 即将归来 休得在此胡言乱语 刘炳忠没有说很多 话里只有恫吓与镇压 换作往常 尚文这个犹太一例举荐的门声 早必要垂头退到一边了 然而 或许是 这次的事态 已经紧急到 让人无法理智思考 尚文不仅没有退 反而更进一步 喊道 都别再自欺欺人了 殿中的蒙古官员们 都面面相去 听不懂这些汉臣在 争吵什么 相比起口舌之力 这或许才是刘炳忠 手段高超之处 他以润物系无声的方式 将许多权柄从蒙古 色目重臣手中夺 许以厚力将其安抚 使得镇惊 监国的朝堂上 有浓重的汉法礼仪氛围 这段十日以来 朝堂上这些蒙古官员 甚少发表意见 毕竟金莲川幕府做事 滴水不露 但今日 他们从这争吵中 窥见了一些事端 于是蒙古官员们 找过通义官 翻译这些汉臣在吵什么 陛下已经驾崩于 赫兰山一役 恶号天下接闻 唯独诸公不肯信 然而国不可一日无君 臣请太子殿下继位 如同石破天经 一众汉臣 皆有些错愕 消息 当然早就知道了 但从来没有人敢 当众揭破 每个人都清楚 忽必烈有归还的可能 那么 谁敢说他驾崩了 到石变 南逃抄家灭族的命运 尚文这世 活出了命 去扶真经登基 他是这个朝堂上最疯的 而旁人都有顾忌 那通义官正在翻译尚文的话 说到一半 却被阻止了 蒙古官员们并不想再听 毕竟事态还不明朗 又不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 他们不打算贸然掺和 站在那冷眼看着尚文 就像看着一只猴子在杂耍 汉臣们 虽说都是盼着真经纪委 此事则反应各异 一部分人 如金连川幕府的老臣们 形势稳重 不愿意铤而走险 对尚文的举动极为气愤 另一部分人 早就想要 拥立真经 马上像是找到了主心骨 更多的则是 还没想好该怎么做 甚至认为 今日朝堂上这场争执 是刘炳中 与尚文一起演的一场戏 师生两人一个倡议 一个反对 试探众人反应 无论如何 真经登基纪委之事 就这般猝不及防地 被摆在了台面上 每一个人 没有做好十足的准备 很快却能搅得群情汹涌 数字 胡言 还不退下去 这边金连川幕府老臣 还在贺旨 那边以一众官员 纷纷劝敬 臣等 惶恐 请殿下以国事为重 俯顺于情 力登大宝 众人各执己见 激愤万分 唯独没有人在意 真经自己是怎么想的 真经坐在哪 看着这一幕 竟有些置身室外的感觉 上都河畔 使吉领着八百名 控英卫 离开了开平城 驻扎在这附近 他举着望筒 向西面一望无际的草原扫了一眼 见到有探马归来 便勒马等着 之前记错了 设定的控英卫副指挥使 是使吉 死掉的是使权 使哥 指挥使 打探 到了 芒格拉派了一万骑 离开了河头 往开平来了 使吉把那探马招到身边 压低了声音 问道 陛下有在军中公开露面吗 没有 没有 使吉眉头皱得更深了 有些事 就连他这个大员间谍机构的副指挥使 也看得不甚明白 首先是有人说 在殷山附近汪谷部的地盘 见到了忽必烈 但之后忽必烈 却一直没有返回 河套军中 各种消息很多 却不知是真是假 使吉心里 隐隐有一个猜测 忽必烈或许是受了伤 身体还未完全恢复 之所以不肯露面 使担心有人会对其不利 谁 正是包括 他使吉在内的一众汉臣 以及汉臣们 一心想福利的真金太子 若忽必烈 也是这么想的 使吉一点也不觉得冤枉 这一万人是由谁率领的 是爱不花 离上都河 已经只有三百余里了 使吉听过 再次沉思起来 他要做的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不得不慎重 但脑子里想到的 很多都是别的事 他想到他父亲史天尼 赴武仙之宴前 说我以赤心待人 人或相复 天必不容 怨无虑 但父亲最后还是死在武仙手里 他想到叔父史天泽 一辈子小心谨慎 最后还是死在了战场 人这一辈子 福祸难测 岂是自己能把握的 使吉 收回心神 不再去想这些陈年旧事 打算专注地思考城市的可能性 下一刻 却又想到了离坛死之后 忽必烈对侍侯 尤其是史家的猜忌 史家也不冤枉 史天泽 当年确实也曾暗中窥测 局面 引有不成之心 之后 在济南擅自斩杀离坛 有些事已经遮掩不住了 现在史天泽一死 史杠投降李霞 史吉实在没有信心 再在忽必烈志下支撑门户 想着想着 他叹了一口气 眼神中已泛起了狠色 传令下去 我们往西 去迎一迎赵王 是 史吉身边这八百人 都是真定史家的家将 全都是值得信任的心腹 各个精锐骁勇 他们说是出城巡防 骑士一人三马 武器装备 口粮都带得充足 马蹄滚滚西向 显得无比决绝 而就在半日之后 有一骑快马赶到开平城中 马上的骑士戴着沾帽 并不露出面容 四下看了一眼之后 见 无人注意他 才迅速穿入史吉的府中 吱压一声 门被打开 史指挥史在吗 不在 听我说 来人压低了声音 道 张一张指挥史前我来的 史府中的中仆大金 连忙接了来人进去 砰地将门关上 不一会儿 史吉最信得过的两名幕僚 便被请到了偏听 带听了来人的一道消息 巨士脸色大变 不好 不好了 史指挥史 现在何处 出城去了 快 快派人去追 史家 于是连派了十余七快马 去追史吉 然而出了开平城 一路过了上都河 只能看到茫茫草原 哪还有史吉的半点影子 情况回报到史吉家中 幕僚之一的白华 便粘须沉吟起来 白华有个财名远扬的儿子白浦 一直养在至交远好问家中 他自己也是金默的进士 在金国时曾 官至淑密院判官 金王后 投奔宋国 孟公死后 无奈回到北方 躲在史天泽家中 为幕僚 这种经历国破家王的老人 最是东西事情 碾须一想 已将局势看得清楚 在追狼军 已经来不及了 开平这边也非关键 如今要想保全 关键反而是落在张指挥时处 老夫 亲自去一趟燕京吧 白宫 你这是何意 何意 到了便知了 那边的史吉 并不知道 自己率兵离开后 开平城里又发生了什么 他连夜急行军 终于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一片 名叫康巴诺尔的大湖边 此时艾布花的兵马 还没有抵达 史吉下令休整 等到下午 前方有探马赤军赶来 互通了兵符令牌 之后便看到艾布花的兵马 赶到湖边安营下寨 史吉感到嘴巴有些发干 舔了舔嘴唇 向那边迎仗看去 仔细观察了一会 方才按着刀去见艾布花 才进大仗 他便愣了一愣 因为坐在上手的 分明是 孔英卫一直就防着汉人迭叹 一手 孔英卫一直比不上唐国的军情司 这便是原因之一 即不得统治者的信任 皇后 陈史吉拜见皇后 见过赵王 查必沉稳大气 马上便让史吉起身 又说 如今忽必烈 还亲自在后套一带收拢兵马 由艾布花护送他回开平 便让艾布花与月列成亲云云 末了 谭吉史天泽战死之事 抹了两把眼泪 说史吉赶来 他就放心了 艾布花经历了一场大败 则是神色唯米不振地坐在一旁 显得十分沉默 史吉一直低头听查必说话 目光却是悄悄四下打亮 等他再出了这个大仗 眼中便已带着疑惑的目光 指挥时 有心腹赶了上来 正要 说话 史吉抬手指住 问道 回我们的营杖 他把营杖扎在湖边叫好的位置 而艾布花兵马众多 环胡扎营 便把史吉的营杖包围在其中 史吉转头看了看 姑娘了一下 那大仗离得并不远 说吧 有什么发现 陛下很可能就在军中 史吉脸色瞬间凝重起来 秉熙听着后面的话 我们看到一个人身形很像陛下 披着沾探 走路很慢 应该是受伤不清 他去了哪里 后面那顶帐篷 史吉转过头 眯着眼 难难道 那是茶壁皇后的帐篷 有些事 他几乎已经可以确定 但还是强迫自己 镇定下来 诱着人去观察了各种小细节 入夜前 他便得到了更多的情报 比如 傍晚石茶壁帐篷里 吃的是涮牛羊肉 爱不花过去寝室之后 才下达了新的 军情等等 史吉深吸一口气 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招过新妇们 低声吩咐起来 事不宜迟 夜深便动手 第1180章一条路走到黑 虽说这里有万余兵力 其实 爱不花大败之后 威望大损 带的都是被收拢回来的残兵 何况忽必烈重伤未遇 一直未露面 史吉说着 眼神愈发灼热 事成之后 只要控制了茶壁 杀了 爱不花 我们便可以控制 这只兵马 返回开平城之后 人人都是从龙之工 开国功勋 几个心腹部下们 纷纷抱拳 道 指挥使放心 我等万死不辞 之后 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连妾薛长安童 都已经被俘了 我们才是 如今大猿最精锐的妾薛 其实未必要杀爱不花 他与殿下是至交好友 到时 也许会支持殿下 继位 史吉便亲手拍着他们 一个个的肩头 开始安排 为爱不花的帐篷 等到一个个部下领命而去 史吉拿出一只弓弩 来上了弦 又磨了刀 重新穿戴了盔甲 他看着刀面上 倒影出的模糊面容 低声喃喃道 我是汉人 当他想要记起 自己是谁的时候 这四个字 还是带给了他莫大的勇气 在整个史家的无奈 自保 彷徨之后 史吉终于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他走出帐篷 走进冷风流动的黑夜 沙 夜色中突然响起一声 大喝 还没反应过来的守卫 已经被砍倒在地 一个个准备充足的空阴卫士族 在近距离射出了手中的弩箭 之后 挥一刀杀上 史吉握着他的弩 始终没有动手 他的弩箭 是留给那个最重要的人的 终于 一路踏过血泊 他冲进了那顶帐篷 帐篷里 只点了一小团火堆 光线不暗也不亮 沾毯上 躺着一个身材壮士道 有些发胖的人 已经被惊醒 有两个妾靴 一把刀拦在面前 用猛语大喝道 你们知道这是谁吗 也敢冲进来 扑 扑 史家士族 不愧是精锐 毫不犹豫上前挥刀乱斩 将这两名妾削斩倒 史吉大步上前 抬起了手中的弓弩 他在心中呐喊道 忽必烈 受死吧 他脸上却是一片铁青 紧张得整个人都在颤抖 手指一扣 弩箭 轻轻巧巧地定进了皮肉 扑的一声 显得那般简单 任忽必烈一世英雄 要死 也就是这 史吉心中才感到一阵舒畅 瞳孔忽然一张 整个人已经僵在那里 眼前作者的这人 很像忽必烈 但不是 不是忽必烈 史吉喃喃了一声 如坠冰枯 他茫然四股 像是要寻找着真的忽必烈 他能想明白 怎么回事 无非是自己被耍了 但为什么会这样 却已经没有心神去想 杀了这些叛逆 帐外 已传来了利和声 是爱不花的声音 史吉 你果然叛了 惨叫声不停响起 史吉冲出帐篷一看 只见到处都是火把 照得营地恍如白昼 亮得让他感到无比绝望 爱不花身上的 唯米不振之色 已经一扫而空 像是找回了自信 举手投足 气势森然 史吉果然早就暗中 投靠李霞了 你们口口声声 汉法 忠心 实则却是首属两端之徒 因史吉之判 似乎连爱不花 这样身受汉血熏陶的 蒙古人 也不再信任汉人了 史吉已没有信心 从这万军之中杀出去 喊道 我没有投靠李霞 我是要扶太子登基 赵王 你与太子是至交 射杀他 爱不花怒吼道 由此便可看出 史吉从来不是真正忠于真金 这些侍侯 首先想的 永远是自己的家业 爱不花 却是黄金家族的贵州 哪怕在清穆汉法 与他们根本上 就不是同一种人 嗖嗖嗖 见史吉事出 一只又一只的射在史吉身上 一场叛乱才刚刚开始 就被平息下去 与死去的人而言 死了也就死了 但对于还活着的人 真正的麻烦 才刚刚开始 燕京 一座辉红的大城 已在京中都的东北方向 拔地而起 也只有以大蒙古国 大元的国力 才能迎见这样 一座城池 一辆马车摇摇晃晃 从北面来 白华掀开车帘 却根本无心欣赏 新城的雄伟壮阔 快快 他只顾着不停催促 像是要散架了的车轮 不停向前滚 静止驶向了 城中一个控音位的联络点 白华下了马车 快步赶进堂中 连续绕过廊下小径 进了一间小厅 很快 有燕京这边的空音位校 将赶过来 此人却是个年轻的汉人 名叫张雄飞 也是金国士大夫之家 出身 与白华是相熟的 一见面 便拱手道 白宫 张指挥使在吗 张雄飞先是摇了摇头 白华道 老夫真有 天大的要紧事件张艺 张雄飞 迅速向庭外看了一眼 引着白华到了更僻静之处 压低了声音 道 张指挥使的行踪很隐秘 一般人不知 白宫若想见他 还需给我些时日 真是干系重大的紧要之事 白华道 若晚了 则殿下威仪 张雄飞不由大惊 硬道 我这边去找张指挥使 白华稍感安心 也不肯去险 只在这片厅中 等着张雄飞回来 他一路舟车劳顿 又连这几日 一直在想 当前局势的严重性 精神疲倦到了极点 就在那似睡飞睡地点着头 白宫 张一的脑袋开口说话 白华感到这一切很荒唐 白宫 有人拍了拍白华的肩 他猛地惊醒了过来 睁眼看去 才发现 刚才那确实是一场梦 至于眼前这人 虽然满脸风霜 伤痕累累 却正是张一 张指挥使 你还活着 白华擦了擦额头 问道 是啊 久死一生 好不容易才逃出生天 张一很顺畅地 接着白华的话应道 白华难难道 血光之灾 只怕还未真躲过去 白宫 我来见你一趟不易 且不能待太久 长话短说 我带去的消息 你们收到了 收到了 张一派人说的消息 其实很简单 忽必烈很快就会回到开平 让诸公做好赢家的准备 当然 一封口信说不了太细 各种内情 白华并不知晓 收到了 但晚了 使郎君已出发前去见陛下了 他去何处见陛下 西面 完了 张一急到 我冒死传信 怕的就是他们轻举妄动 白宫可有派人去追他回来 派是派了 但只派来不及 白华反问道 陛下果真还活着 为何一直不露面 张一语速飞快 把头斧尽了 到 初时是受了重伤 好不容易才出了沙漠 之后 白宫可知 芒格拉之妻 洪吉拉氏 是 洪吉拉氏的也日喊 此女欲毒杀陛下 白华 惊讶大呼道 怎会如此 各种享有往后 在与白宫戏饼 陛下因此是已迁怒于芒格拉 如今他伤势出狱 秘密返回开平 必会将一部分国事 交于燕王 太子之位 乃至监国太子 定义 我依旧是那番言语 当此时节 务必谨慎 谨慎 一番话 白华听得反而深吸了一口气 眼神有些纠结起来 他撵着长须 叹道 众医 若能如你所言 固然好 但只怕 我等做的已然太多了 不可追回了 难 白华摇着头 道 诸公已经说服了薄言 支持殿下监国 无妨 陛下心中会有芥蒂 但能容忍 不少朝臣 已经公然请殿下 继位了 张义眼睛一眯 陡然紧张了起来 他来回夺着步 逐渐不安 白华又道 再加上使狼君之事 众医 你实话于老夫说 西边或是诱饵 张义点了点头 那 陛下 如今就在燕京 白华问道 张义沉默了片刻 依旧是点了点头 至此 事情的严重性 已经摆在了这些 真经的支持者们面前 重伤未遇的忽必恋 也许正在暗处 冷眼观察着这些 打着小算盘的汉臣们 只想到那个眼神 就让白华不寒而栗 还能挽回 张义道 只要把使鸡追回来 一切都还能挽回 如今陛下很信任我 我会在陛下面前 为殿下解释 殿下速来孝顺 众医 白华突然再次唤了一声 他瞥了听外一眼 语气中忽然多了几分神秘 你可有想过 一条道走到底 如何 张义一愣 如遭电击 眼前这个白华 依旧是当年那个谁劝都不管用 哪怕抛下儿子 也要投奔宋国的白华 论对汉法的执念 他或许是诸功之中最深的 大错 已然铸成 追不回来了 一眼下之局势 反而是优柔寡断 则必遭血光之灾 不如果断处置 而你是最有机会动手的人 白华 不是在吓唬张义 他想到方才的那个梦 认为 若这次不能让真金登基 张义之死 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了 你明白老夫的意思 非我足类 其心必意 哪怕你不这般想 忽必烈又如何想 张义额头上渐渐浸出汗水 想比史籍 他确实是更有机会动手的那个人